我最喜欢这边的环境 旁边一条溪流 边上就是山 有山有水 我特别喜欢每年的春季 坐在我自己的茶室里面 然后听着水声 门口的水声 就特别的叫有节奏而无御的这种流淌 这种声音会让我自己沉静下来 我从18岁就开我老家了 几乎已经离开20年了 从离开徐州之后就是到苏州 然后从苏州又到锦德镇 都是在南方 所以现在反而回徐州不太适应了 反而更适应这种南方的这种生活 进入这个行业是跟05年我们做毕业创作 毕业设计的时候到锦德镇来 从那以后就喜欢到陶瓷 然后后来又考了陶瓷大学的研究生 其实读研究生最初的不是为了自己开工作室 是为了回学校当老师 回苏州公益 所以就到陶瓷大学来读了研究生 但是等我读到延二的时候 就是我这个硕士已经不行 就是学历不够了 需要博士 后来就留在锦德镇 自己做了工作室 做了自己的空间 这个瓶子算是我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件瓶子 跟我在苏州的生活有关系 它的原型是传统的煤瓶 那么我在煤瓶的基础上 把它给拉伸拉长 然后把口拉直 然后取它外面这条曲线美 这条曲线美就是来源于苏州的原理里面 苏州的女性穿着旗袍 那个身体那种姿态 那种曲线美 主要取那个造型 然后把它进行演变 形成一个自己的一个气形 所以说这个作品是我最有特色 或者是最满意的一个系列的作品 画芭蕉是个偶然 就是在瓷板上画草稿图 草稿图然后离远看 它有那个形状 像芭蕉的那个元素在里面 然后我就从草图中提取这个元素 然后以芭蕉为切入点 把它植入到自己的画面中 然后来进行一个一系列的创作 芭蕉本身有加大叶大 同心同力 芭蕉大叶有成 重现一个加大叶大 就是因为它叶子比较大 所以说把它一个整个的一个包裹的状态 但是又不是完全的用切画来包裹 会有一些透气 把瓷的本质的白给它透出来 因为瓷器 锦德镇的瓷器 它最可贵的就在它的白 我们老师也曾经说过叫画画 最重要的是画白 如果你会画白 那这幅画至少成功了一大半 芭蕉刚开始出来的时候 一年出来 一直到一二年上半年 都不被进入认可 我去参加各种比赛 我基本上就是第一波被刷下来的 但是到了一二年下半年之后 基本上每参加所有的比赛都会被认可 被行业内的专家认可 被行业内的老师 被同行认可 在我创作上的一个 转折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点 这也是一个慢慢递进的过程 芭蕉题材画了有十来年了 在这过程中 只画一个题材 肯定会遇到我们所说的一个平静期 就是说你不知道该怎么去发展 怎么往下去画 那么这个时候自己会停下来 做一些其他的一些创作的尝试 比如说最喜欢做的就是颜色钥 因为颜色钥它有一种 不可控性和不可预知性 这会给你带来很大的一种刺激 所以选择这个颜色钥 就是观自在系列 就是我最喜欢的是 那个叫《心经》里面的 头三个字 叫观自在 我们如果能把这三个字做好的话 其实人就没什么烦恼了 接下来给自己准备了一个新的系列 也是青花为基础的 像这个是一朵青花系列 就是创作的那个源源 也是跟我自身有关系吧 因为我老婆 我们认识之后 我总共就送过她两次花 所以她一直给我一个抱怨 那么我就把这种 就是对老婆的 对夫人这种爱 把它转化到自己的创作中 那么花是可以凋谢的 那么我把它进行 在自己的创作中体现出来 那么它就是一种永恒的 就是一个长远的 一种爱意的表达吧 她总是问我说 哪一个是给她画的 我说每一个都是给你画的 对哦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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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